啊,很可以,很可以 空警500,运20 这是我前段时间去珠海航展时 用这台莱卡M3旁轴相机 和这卷135的黑白胶卷拍出来的照片 大家也许把数码的照片都看得够够的了 那么黑白淫淫下面的胖妞空警500 六爷还有五直十会是什么感觉呢 我们来看看啊 是不是完全就不一样啊 我很喜欢这种带有颗粒的厚重感 是数码相机怎么都模仿不出来的 所以呢,你也想自己尝试一下吗 其实很简单啊 下面就是我为大家准备的 不严谨的黑白胶卷教程啊 之前黑白胶卷的冲洗理论呢 我们已经讲过了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直接来实践一下 这个是德国的一个非常老牌的一个胶卷 是一个感光度式50的胶卷 然后这个据说呢 它里面的这个分辨率是非常高的 然后它的是全光谱的性能非常好 这卷胶卷是在2020年的12月份就会过期的 现在已经是2021年的10月份了 过期了一年 对,差不多一年 然后我不知道它效果会怎么样 然后我们要用到 其实冲黑白胶卷相对来说还是非常简单的 因为它只有几步嘛 第一步是显影 然后显影完了是定影 然后定影完了之后呢 就是一个长时间的冲水的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最后呢再加上 所谓的稳定计 就是这样一个稳定 直接去水质的 因为我们用水洗之后呢 那个胶卷底片上面有可能会沾上水质 然后有水质之后 这个后期再扫描啊 各方面处理可能就不是太方便了 那用这个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挂到 晾干 结束 它就是没有任何水质的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来试一下啊 这是我的胶卷 这是我的显影液 然后它们两个呢是匹配的 这都是HR50的这个 HR50的胶卷 再加上HRDEV DEV嘛是Develop 对Develop 就是胶卷这个冲洗 这样一个英文的缩写 然后 其实这个药水呢 也已经过期了 是2018年的9月24日就过期了 所以说这两个都是过期的 但其实黑白这个胶卷和黑白药水呢 过期并不是太重要 因为这个 它总之最后的呈现 因为胶卷说白了 就是一个 有所意外性嘛 对吧 胶卷拍摄 它跟数码最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它总会给你一些惊喜 就像上次这个酒菜沟翻车的 我还能救回来呢 所以这个应该问题不大 它的这个显影时间呢 是1比49 比如说用一份药水加49份这样一个清水 混合起来之后呢 在22度的条件下 要显影11分钟 那我看看现在 现在的水温是多少 26.5度 现在水温是26.5度 也就是说是比它的这个标准的要高4.5度 理论上是应该要缩短时间的 如果是11分钟的话 大概估计应该在六七分钟 七八分钟这个样子 但是考虑到我的药水和胶卷 它都是过期的 所以我就按照这个正常的22度的来显影 11分钟 我们来试一下 顶多顶多 它不会出现这个显影不足的情况 肯定是会显影过度 显影过度那可能会出现什么呢 它就会更厚 就是胶卷的话 它底片出来就会变得更厚 更厚最后所呈现出来的效果 其实就是它的对比度会更大 黑的更黑 亮的会更亮 这个每个人喜欢的这个不一样 有人喜欢这个比较柔和的 有人喜欢这个比较厚重的 对我们看看出来之后会是什么样的 先取胶卷吧 然后把胶卷取出来之后 装到我们的显影罐里面 这是我的显影罐 然后显影罐打开 装到这个片芯里面 这个都是要在暗带里面进行操作的 如果你没有暗带的话 有一个巨大的暗房也可以 但我这是没有暗房的 所以说我就用暗带 我取胶卷可以用这个 这是一个马田的这个专门的暗盒 就是取胶卷的这样一个小工具 其实很简单把它插进去 可能有点手声了 我都好久没有取过了 然后听声音 好 听到咔的声音之后呢 两个一起掰进去 你看就夹出来了 需要把这几样东西 暗盒 然后片芯 片肘 胶卷 盖子 剪刀 然后全部放到我们的暗袋里面 然后把手伸进去 就开始黑暗当中进行摸索了 完全凭手感 但我手感还不错 因为以前也装过很多次了 好 装好了 把它插到片肘里面 装进冲冲冲写罐就可以了 夏天在暗袋里面装胶卷 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会闷在里面出很多汗 然后汗一多的话 它就会把胶卷粘住 粘住之后就更不好取了 所以说我强烈建议 如果是夏天的话 在家里面用暗袋来取胶卷 一定要开空调 好 然后压紧 确保压紧之后 然后再打开 好 现在搞定了 胶卷现在就已经在里面了 然后等待着 我们把它给 这个显影出来 而第一步 先要用水 给它润湿一些 我这个虽然说 是用有矿矿泉水这个瓶子装的 但是家里面再有矿 也没法这么好 这里面其实是子来水 是空瓶子而已 对 先用一些水 给它洗一洗 好 然后把它 可以看到这个 是非常黑的 所以再洗一下 第二次水 就会要干净很多了 接着就要开始显影了 用这个药水 是你看1比49 也就是说一份塌 然后49份清水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10毫升的药 490毫升的清水 又组成了500毫升 因为我这里面只有一卷胶卷 其实没有必要用到500毫升的药水 如果滚的话240毫升就可以了 那我就用一半吧 也就是说5毫升的 5毫升的药水 然后再加245毫升的清水 就OK了 其实这个药水配出来之后 完全没有必要说是 只用一次就把它倒掉 可以用 应该是冲两三卷 是没有问题的 交换均匀 好 接下来就把它倒进去 但倒进去之后呢 我们必须要计时 开始计时 接着呢 就是一个比较机械化的操作 滚 当然也可以用一些比较巧妙的方法 比如说像以前我就自己做了一个电动的滚筒机 但是上次搬家的时候呢 没有带 所以说现在又恢复成手动来滚了 频率不能太高啊 然后这个滚动呢 其实也是有手法的 就是如果你滚得太慢 它有可能会显影不充分 然后如果滚得太快的话 也有可能显影过度 所以说这个完全是取决于这个经验 对 然后根据你最后显影出来的效果 然后来做一些调整 时间快到了 把它倒掉 如果要讲究一点的话 现在应该是要倒一步叫做停止液 但是呢就是我没有那么讲究 所以说直接倒清水 也可以的 直接倒清水 然后把它洗一遍 比如说把刚才的我们的咸影液的这个残留液呢 给它去除掉 就这一步到底你是洗一次还是洗两次 其实问题都不是太大的 最主要是把它洗干净就可以了 把之前的药水给它洗干净就可以了 其实在我们之前显影的过程当中呢 就可以先把定影给它配好 但是我没有配 所以说现在就放在这 然后来配定影 定影呢也是这个ADOX的 然后是1-9 也就是说一份它一份药水 然后9份清水 那如果我要配250毫升的话 就是多少 就是25毫升的药水 加上225毫升的清水 定影药水 其实定影药呢就可以用的次数更多了 根据我之前的经验啊 我的定影药水最多的时候 可能冲个实际卷胶卷都没有任何问题 当然还是要注意这个每次冲胶卷的间隔期 你前后间隔时间不能太长 因为药水它会氧化嘛 然后氧化完了之后这个它的药力啊各方面就不够了 然后当这个定影药水药效不够的时候 它最后定出来的这个胶卷就不通透 说白了就是它没法把这个胶卷上面 还没有显影的那个鲁化银啊 还有等等化学物质给它这个清洗掉 所以说最后的就会呈现出来的感觉呢 就是在胶卷上面有一层雾蒙蒙的东西 但这个如果你发现我们定完影之后 你把这个胶卷底片取出来 发现上面并不是很通透的话 也很好解决 你再把它放进去 然后再定就可以了 那到了定这一步呢 其实它就不怕光了 你把它拿出来也没有任何问题 定的时间三四分钟四五分钟都可以 比较随意了 这一步也是摇啊摇啊摇啊摇 摇到外坡敲 好我们还是定个时间吧 定个五分钟吧 这一步完了之后呢其实就是水洗了 剩下就是水洗了 当然在水洗之前呢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 叫做水洗出镜液 来泡一下 给它浸泡个一分钟左右 它的作用呢是可以把这个我们的定影液 给它用化学的方式给它中和掉 这样的话就是会待会儿在冲洗的时候呢 就冲洗的会更彻底一些 同时可以减少水洗的时间 因为水洗的话通常它要求你 要在流水的状态下冲洗十分钟 但这样的话其实是蛮浪费水的 而现在水资源又是非常紧确的一样东西 比如说最好是用这个水洗出镜液给它 把之前的这个残药给它去一去 然后呢就是我们水洗的时间就会变短一些 然后其实也可以变相的省出一些水嘛 你看这个药水缸子 里面各种各样的化学药水就混合在一起了 我记得以前这个高中的时候上化学课 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把各种药水混在一起 差一点就这个把实验室给炸了 好 现在打开看一看 对 现在就可以直接打开了 因为已经定过影之后呢 里面的影像已经是固定在片机上面了 它就不会受到光线的影响了 我们来看看啊 来看看 你看 这样一看就可以看得出来 看到没 这就是很显然是定影充分的 对 说明我们已经定好了 并且呢 这个定影药水的药效还是蛮强的 倒掉之后呢 其实可以先用清水洗一泊 然后再用这个500毫升的水的话 滴入4-5滴就可以了 我这个瓶子正好是500毫升的 所以说直接往里面滴 这是粘稠状的嘛 怎么滴一滴的啊 好吧 刚才算3滴啊 混合的方式也是特别直接啊 然后浸泡 哎 可以的可以的 我已经看到了 应该是尖16D了 好 这个时候就要上水冲了 早起 冲水去了 对 这其实就是一个花时间的一个过程 然后直接让它在这冲就OK了 只要待会儿宝洁大妈过来不批评我就好 好了 水洗已经结束 配个稳定液 一 二 三 四 五 好 这个浸泡个几分钟之后呢 出来就什么也不用管了 像以前的话我最早的时候我还会用刮水的一个夹子去刮一下 但那个的话就是第一我觉得还是刮的不够彻底 然后还是会有水质出现 然后另外它有可能会把这个底片给刮坏掉 所以说我不建议啊 我们就直接用这个泡一泡 然后浸泡一下 等个一两分钟 然后就可以把它拿出来直接一挂就行了 我已经找了一个非常好的位置了 成功的 来 把它夹起来挂在这儿 然后等它晾干就可以了 等一看 好看吗 它就整个把它放大 好了的确是很不严谨啊 中间有数次感觉差点就要翻车了 但好在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 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直接留言来问我 我一定会严谨的回复大家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 我是火箭叔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